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好 我是冯光月 现在为您播报过去这个星期 也就是9月20日到9月26日的 给我包包14排行榜 首先是第8名 台北市编列28亿元的预算买疫苗 柯文哲市长表示 这个是一个预备性预算 不过北市主机处长郑瑞成表示 没有这个专有名词 当柯文哲自称的157智商 哇 完全没有出处证据 这个胡说八道的157 会掰出一个不知所云的预备性预算 挺合理的 大家不要笑 接着是第7名 英国媒体爆料 英国插石王储名下基金会 曾收受台湾通缉犯 军火商汪传普的这个长子 汪家新的捐款 该死啊 007 007情报员 赶快去查一下这个姓汪的背景 还有 尹清风到底是怎么死的 然后是第六名 台湾激进台南党部的新闻部主任刘恒威 做号小黑 因为在一部影片 中华民国七大不可思议这个片子中呢 提及前副总统联赞一身从政 竟然能够成为世界富豪 结果被连家以五路连家先祖 及后代子孙为由提告 那日前遭检方以不起诉处分 就是嘛 说你家有钱 你家厉害 很会赚 怎么会是五路你家先祖及后代子孙呢 你不高兴 钱给我好了 是吧 我家先祖跟后代都很缺钱 嘿嘿嘿 然后是第五名 台湾向纽西兰递借 正式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那台湾的这个风险呢 就是可能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国家 一起坐下来开会 接着是第四名 某诚意上将广告歌曲《绿油精》 改编为《塔绿班》主题曲 还找来民众党立委高宏安 跟这个名嘴黄伟汉来演唱 差之前呢 我想应该是抹了太多的绿油精 总觉得歌手太过这个嘴歪眼斜 然后是第三名 中央五倍券登记第一天 网站呢就当机 柯文哲大算 拆那个立愿呢 要把它毒打一顿了吧 同时上路的这个台北通APP呢 绑定优惠登记 也随之传出 无法进入系统 那荧幕上显示 服务出现未预期问题 这种字样 那日后呢 类似台北通 出事的这个情形再发生 建议了 警告字样呢 应该改成 柯文哲理每次 任何地标 最后都会砸到自己脑袋 他奶奶的 你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这个字样 稍微有点长了吧 接着是第二名 校园开始接种BNT疫苗 所以因为打BNT疫苗 而产生的不良反应呢 赵少康这些人是不会关心的 不会像骂高端那样的邪师底里 因为因为因为 因为施打者都没有投票权 最后是过去这个星期的第一名 朱立伦 当选国民党主席 那这次呢 主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去词湖哭零 则交给得票第二多的张亚中去执行 他会哭得很得体 很大声 那也许哭完之后呢 再耍个关刀 跟两讲明治 好 以上就是过去这个星期的 给我抱抱时事开放吧 我是冯光远 我们下个星期再会